男人准备偷吃一口巧克力 可还没送进嘴里 他就一个磁溜滑进了深不见底的巧克力桶 等到佛伯乐赶到的时候 男人只露出了一个鼻子能保持呼吸 工厂老板解释 由于巧克力太粘稠 他们只能不断在锅里加热 如果不把它救出来 它就会成为一锅巧克力炖肉 佛伯乐见此赶紧把梯子搭在锅架上 试图合力把它拽出来 可随着男人不断上升 忽然又被莫名利量反吸了下去 为了防止受害人窒息 他们赶紧拿来氧气管插入他的嘴里 当他们再次试图拽上来时 没想到受害人再次反吸了回去 这时一个上过小学的人解释 这是反吸原理 由于巧克力太浓稠 当外力想要把它拽出来的时候 巧克力汁会让男人往反方向掉下去 而受害者的体重受阻 好比石头大母猪一样 根本拉不出来 就当男人以为自己要凉凉的时候 更有文化的老大 直接在锅里加入了大量牛奶 然后拿起搅拌机 稀释巧克力的浓稠度 果然没一会 一个浑身躯黑的男人就被救了上来 等把他救上来后 男人依然解释 自己会把这桶巧克力买走 回家继续吃 可能这才是真爱吧 吃货的最高境界 就是把自己变成自己爱吃的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不要为了眼前的一丝利益 就毫不顾身地往前冲 一个人的心态和眼光 应该要长远地去考虑 否则掉下去的 可能是万丈深渊 速速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